喂,Edgar呢? 他說帶我到處玩的,怎麼這麼遲呢? 喂! 不好意思,遲了一點 剛剛我坐了這個Seabust來到Waterfront Station 誰知道小時候,我讀學校的時候 一定要讀這個大廈,因為很重要 而且這個Historically,真的是一個Mouse Zone 這裡還有Sky Train,有Westco Express Seabust,還有巴士站 非常方便 Seabust好像說Ferry那樣 Seabust就好像香港千星小輪 從這裡坐Seabust就過到對面北溫哥華 我明白 那今天帶我去哪裡玩? 當然帶你去吃點好東西 除了吃好東西之外,還有帶Gas Town Yale Town 和溫哥華這個單單最值得去的地方 但我想去Seabust去後一趟 那現在去吧 好,Let's go 這裏就是溫哥華的市中心 後面呢,大的Developer, Accountant,律師樓都在這裡 再走去前面呢,你看到有五個帆 這個Five Sales就是溫哥華的Landmark 裡面呢,就是Canada Place 如果你說去Cruise,去第二道坐遊輪的話呢 都在這裡上下船的 就是好像香港的碼頭,去澳門那個嗎? 尖沙水就有一個好像坐遊輪碼頭的 就是類似那裡 哦,OK 這邊也好像開港城那邊 對呀,在這裡看出去很舒服 而對面呢,你就看到就是北溫哥華 那這裡沿著有什麼其他東西呢? Canada Place在過去那邊呢,就是新的Convention Center 這個會議展覽中心 就好像灣仔,香港灣仔也有一個會議展覽中心 是 即是全部的大活動都在那邊搞的? 是啊,大型的活動,大型的展覽都在這裡舉行 那你就知道溫哥華現在越來越像一個國際的大都會 所以很多大型活動都在這裡舉行的 那Density以後的活動應該搞到那邊了,是不是? 你真的要想一下 那剛剛就吃完東西了 那溫哥華就不少得來這個Water Street 你看看後面這個 這個鐘呢,很少你過的時候已經有在這裡了 那麼呢,這個1977年已經建立出來 很特別之處就是呢,有空的東西就演出來的樣子 但坦白說,我不太在乎 比重來這一區呢,就有一個Milestone 跟人說,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商店都在這裡 是一些潮牌在這裡 那這裡很有歷史文物的背景 街又漂亮,店舖又多 吃東西啊,還有買衣服都是很潮的 那你就要更新一下你的時裝吧 我想也要了 一起去吧 這裡的商店其實是挺有趣的 但今天來是因為想滿足我的天秤的請求 所以我們就看看 就看看 哇 你瘋了嗎? 你有照片嗎? 不要 各位,來吧 各位 我們有一個商店 我們有一個商店 叫 Angel 那是一個商店 叫DesiGuel 從 Barcelona 它是有一個很好的品牌 它是有一個商店 有2000製造的一版本 但我們有一個商店 在南部 所以我們有一個商店 在南部 哪些商店 它是很忙碌 跟創意的人和想任何其他人 這裏蠻棒的 蠻有趣的 我不知道我派對的時候會不會穿 但我也覺得有興趣 大家看這裏 這裏比較漂亮 這裏是第二間 這裏全部都是carlroy booth 蠻有趣的 Orin跟我說是他搬去Granford Street Island 但我們可以看看裏面的不同的風格 看看 你進來 聞到一些東西嗎 聞到一股什麼味道 皮味是嗎 對 你還有其他東西 你以為我說什麼 這裏很有感覺 我真的有頭髮 弄髒了 大家看看這裏 這裏很酷 進來這裏 有些人喜歡買 souvenir 那裏會比較特別一點 有些人就喜歡 這些是叫collect item 無論那個帽子 帽子 甚至皮帶 我覺得就很有這個 西方 Wesney Cowboy 感覺 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有個 好像country music 的festival 那些人都會穿 這些不同的衣服 好像一個 Celebrate 沒有 Ager 我想問 你平時對黑膠店 有沒有興趣 這些這麼懷舊的風格 我就沒什麼興趣 不過如果你喜歡看 我跟我進去看看 我幾個朋友 都是對這些很有興趣 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想不到這裏都有 是啊 你去看看 好 好 哎呀 女孩 撐不成了 為什麼那麼累 我走一整天 又看樓 又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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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對 辛苦一整天 所以現在就和你來 這裡是溫哥華的Casino Casino? 除了溫哥華市、Burnerby、Kukulam 都有Casino 其實Casino在這邊 所賺到的錢、得到的款項 都是用來捐益做慈善用途 真的好像馬匯一樣 平時我就很少來玩 不過朋友來到這裡 就順便大地見識一下 我知道你們聽到Casino 可以突然醒來 突然都精神了 那我看看吧 我都不是很賭錢的 我猜看看吧 這些就是我們可以給你看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進去拍攝的話 一定要看出去 我們希望你喜歡這個溫哥華城市 有趣又特別的不同的資訊 因為這些是沒有人跟你說的 如果你覺得這些資訊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和留言 觀眾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